这么浓密的一头修法 说简就简 这种行为 在我们栏目风格眼里 跟炫富没有什么区别 风格这点吧 大家都知道 这发肌线比较高 都高到背上去了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的 自打上班以后 每天非常辛苦 经常三更半夜的 还要打游戏 平时呢也不注意保养 喝酒的时候也不记得 往这杯子里面扔两片西洋参 这才导致他从一个风度翩翩的 帅小虎 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怪大叔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 给我保养哦 妈妈 我刚刚洗了一个牛奶浴 体验感不是很好 不过没事 我很坚强 我不会哭 你当然不会哭了 妈妈收拾残局的时候 估计会想哭 现在的孩子是真心不好戴 你个发型还要费尽心思 你不是喜欢蜘蛛侠吗 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蜘蛛侠又不是头上要蜘蛛 我这样出去会没有朋友的 我朋友的动手能力也是超强的 自己做了一个种盆栽的花盆 不过我看了之后晚上会做噩梦 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掀起了你低头该哭 不好意思 那是我唱错了 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多了一个花盆 还种着猫咪 快点告诉我 你打算把我家猫咪怎么样 救命啊 这不电子打算把我吃掉 快点把它拿下 猫咪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用人类的思维来理解的 找了我家猫咪一整天 最后在洗衣机里发现了它 请问你是想把自己洗掉吗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洗澡 再过来我就把衣服全咬了 当你睡得正香 有人大呼大叫 把你喊醒的时候 你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喊什么喊 不知道我有起床器吗